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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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曹操的短歌行当中的四句诗 送给各位国学小少年 千金紫金 悠悠我心 但为君故陈寅至今 希望大家学好国学成为国家的国之栋梁 谢谢西伯老师 我以前都是用诗句来鼓励我们的少年 我现在倒想用新奇极的《水雕各同桌》的几句话 稍微改变一下 鼓励一下我们成年人 这个欲穷天地金骨 忍在四十之中 我被年来折损四 努力治愈少年童 我感觉这话是对我说的 我们一起共同成长 共勉 是 确实 来到这个节目当中 其实每一个人都有所收获 包括我们成年人也是一样 好 接下来要欢迎我们的国学顾问 欢迎你们的到来 我们现场五十位国学少年 将会通过答题的形式来进行闯关 并且获得相应的国学公益勋章 本季结束以后 获得勋章处最多的少年 将会获得由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授予的最美国学少年称号 各位国学少年一定要加油了 少年国学派本季总规则 每期节目共四道国学关卡 五十位少年需一路过关战将 通过花式答题获得公益勋章 每位少年的公益勋章进行累积 总勋章排名前十地进入国学盛典 同时所有少年的公益勋章 最终将转化为国学物品 通过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捐赠给有需要的孩子们 十期节目为平行赛 没有淘汰 每位少年在新一期的节目中 都拥有相同机会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 出题官蒋昌剑老师 蒋老师好 好 把舞台交给我们的蒋老师 谢谢 五十位国学少年大家好 恭喜你们 你们通过层层的考验 今天来到了国学知识的大派对的现场 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到第一关 大浪投杀 记忆跳一跳这一关 大浪投杀 国学花式游戏比拼 局出前十名首年 欢迎我们活力四射的各位少年们 欢迎你们 那今天呢我们第一关挑战就关于诗 他的名字叫做记忆跳一跳 他考验各位少年是你们素技的能力 和你们的运动能力 包括对于古诗孕律的理解和感悟 古人云 富有诗书 气自华 希望我们在场的每一位 翩翩少年一会儿可以下笔如有神 我跟各位少年说一下 我们记忆跳一跳的规则了 大家要竖起耳朵听 记忆跳一跳闯关规则 国学少年们分成四组 以最快的速度背诵古诗 之后前往跳绳区 跳绳一百五十下后 来到墨写区 墨写刚才背诵的古诗 墨写正确任务完成 墨写不正确返回重新做任务 用时最短的前十名国学少年 闯关成功 最终前十位少年进入到第二关 各位少年 你们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了 加油 进入记忆跳一跳 有请第一组少年就位 记忆跳一跳 现在开始 可以大声地念出来 加强记忆 挺有马力 这是记忆跳一跳的第一关 其实对你们的考验呢 也是最重要的 因为只有在这里 你记住了大屏幕上出现的古诗 不光要记住 你千万不要提笔忘笔 你得记住每一个字怎么写 你才有可能得到一个非常好的成绩 好 已经有一位少年 进入到了第二个区域 跳神区域 我叫金后希 今年是十一岁半 我的名字并不是很期待 因为我过来就是来学的嘛 好 现在第二个区域呢 已经有六位少年在这里跳神了 他们一共要跳满一百五十个 才可以进入到第三个区域 但是一定要注意在你的运动过程当中 千万不要把你刚才在背诵区 记下来的字给忘了 已经有一位少年率先来到了 墨写区 两位了 这一关的挑战难度在于 你是一个字都不能错 每一关他们通过考核 都要给验证官来确认 我的学球跑路是第一 跳人也第一 跳高也第一 所以我觉得我的体育还是可以的 如果你忘记的话 你可以回到第一个区域再看一遍 但是这里的跳神要归零 亲后醒 从头再来 从容面对 现在在我们的墨写区呢 有三位少年 既然到了这里了 一定要逐句 逐字地把它墨写出来 好 已经有少年在确认了 哇 已经有位少年通过了三关 苏博恒 恭喜 苏博恒是第一位 通过了三个区域 一气合成啊 没有走回头路 以前我在班里是比较强的 但是一到这儿来一看 哇 这全都是非常牛 谢谢同学呗 第三位顺利通过的是 鸡墨炎 鸡墨炎 各位少年 你们还有120秒钟的时间 墨写一定要完整啊 把诗的名字 作者的名字 全部都要写上 好 来找一个验证官 好 恭喜 亲后戏 耶 真的是强攻击有强攻手 在下一次 我必须超越这次的成绩 四 三 二 一 时间到 天啊 恭喜这一组有六位少年完成了 全部的三关记一跳一跳 先恭喜你们 接下来我们要有请第二组少年就位 背诗最好就是两句两句背 先把前两句背好 然后再背后两句 然后再把它们穿起来 要跳150个 在跳的过程当中 心里也要默念这首诗 好棒哦 心泽跳成我感觉整个地板都在震动啊 现在我们看到已经有位少年来到了最后一个区域 默写区开始默写这首诗了 太球快 不球稳 就近十强 不管是最后一名还是第一名 将能进行 唐尔卓 唐尔卓 会是正确的吗 好 恭喜你正确赶紧去按那个按钮 唐尔卓果然是卓尔不凡哈 第一位率先完成了 而且一气呵成 尔卓挺实蛮好的 挺厉害的 也很清秀啊 也很可爱 好 恭喜胡安 按钮 这胡安也不错 欢迎尔卓 个子比较矮 应该年纪比较小一点 等待结果啊 恭喜你正确 五 四 三 二 一 时间到 哇 鸭绍球 咱俩算吗 你属于鸭绍 恭喜陈兴童 哇 鸭绍 鸭绍 鸭绍啊 恭喜一位少年 最强的优秀 我们有请下一组少年就位 鸭绍 鸭绍 这首诗呢写的是李白到铜冠山游览之后的心情 但我相信这种游览的心情此刻你一定是没有的 鸭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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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现在我们的四胞胎 行动也非常的统一 依然还在背我们的如梦令春思 我是四胞胎中的老大 我们四个虽然长得 就是很像 但我们还是有区别的 比如说 老二的个头比较高 老三就是比较稳重 老四比较机灵 而且就活泼 嘴上还有一个字 好样的 天强 四兄弟里面的勇猛刚强 老四完成了比赛 为什么我只看到三兄弟 果然有一个 孤独寂寞冷的身影 老大就是 有点幸福在念 他的学习不太好 本身我就比较喜欢背词 然后我会在脑海里 给自己植入这么一个画面感 然后一直想的那幅画 是这样子来背这首词的 徐静涵 最后三秒 三 二 一 时间到了 我们的第一关挑战机 跳一跳已经全部解锁了 再次要恭喜我们四组上 表现相当的容易 现在进入 前十位的名单 已经在我的手里 接下来就要公布名单了 到底哪十位少年 可以顺利进入到我们的第二关呢 请打开通关大门 获得第一名的是 唐尔卓 第二名的是 胡安 第三名 顾一家 第四名 苏博恒 第五名 李新泽 第六名 王毅学 第七名 徐静涵 第八名 叶晨曦 第九名 祈遇 最后一位 可以进入到我们第二关的事 龚顺燃 再次恭喜以上这十位少年 也希望他们在第二关 给我们带来更加精彩优异的表现 也要谢谢我们现场的所有少年 我们回到国学大美丽 继续努力好不好 好 那么经过前一场的大浪淘沙 我们闯过了 记忆跳一跳这一关 那么有十位国学少年 他们的答题成绩 非常的优秀 接下来 他们在这个舞台上 要继续闯关 我们用热烈的掌声 把这十位国学少年 请出来 首先祝贺你们在前一关脱颖而出 我想问一下 好我想问一下胡安 记忆跳一跳你为什么能够脱颖而出 因为我本来就是我学校跳成队的 跳成队的 所以你的成绩很好 胡安这个名字很好 谁取的 我爸爸取的 你爸爸取的 当时取这个名字 爸爸妈妈有没有告诉你 什么意思 因为我爸爸他叫胡平和我的胡安平安 哎呦 平安 你说的我吓了一跳 平安 我爸爸 我心里想不要搞传 我这年纪是可以做他爸爸的 对 我们厂下的国学少年呢 这一关你们的答题 如果你们的分数 跟我们十位国学少年当中 分数最高的 平等 或者是超出他 那么你们能够获得 国学公寓勋章一美 明白了吗 明白了 好 请准备 小天才棋逢对手 答题时间 闯关规则 场上十位少年同时答题 成绩前六的闯进下一关 同时每位闯关成功少年 将获得两枚国学公益勋章 小天才棋逢对手 友好戏了 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了 小天才棋逢对手答题时间 请看 这幅图我相信 场上的国学少年 都知道他是谁 图幽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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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幽� 一句当中 让不少国人再度将目光 聚焦到了这部 迎送了两千多年的 古老诗集上 请问这首诗 出自诗经中的哪一部分 A 封 B 大雅 C 小雅 D 宋 请答题 我们来看一下 正确答案是 小雅 好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场上十位国学少年答题情况 基本上都正确 博恒 我觉得你在这问题上 不应该 有错 你的答案是什么 大雅 大雅 就是雅是什么呢 雅者正也 是比喻正式的心肺 但是正呢 就分为大与小 所以又分大雅和小雅了 好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场下的国学少年答题情况 请看 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第二题 现代社会 现在社会大家普遍对八卦新闻比较感兴趣 但其实从儒家思想来看 八卦新闻是不符合理数的 儒家讲究不符合理数的事物应该不看 不听 不说 不动 请问 这一观点出自哪部著作 请答题 A 论语 B 大学 C 中庸 D 孟子 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 A 论语 好 来 我们来看一下 场上十位国学少年答题情况 完全正确 开始看这个题目的时候 感觉好像这个儒家孔子的规定 好像挺说服我们个性自由的 要这也不能看 那也不能听 该说的不能说 那我们的个性自由怎么体现 其实孔子说这个话 他是有一个语境的 他的学生言回 就问孔子什么是人 而我们也知道 孔子的最高理想 一个人 一个礼 所以孔子就回答他的弟子说 克己赴礼为人 那这克己 就是我们一直在讲的 要约束自己的欲望 要自我达到一种修炼 所以不符合社会 共同约定俗成的法律 风俗习惯 道德 甚至我们学校的纪律 不符合这些规则的事情 我们不应该去说 看 听 做 接下来我用情景展现一下 什么叫克己赴礼 陈怀 我告诉你一个平安的有趣的小事情 你看 不客己赴礼 对吧 你知道吗 平安差点来不了 这是因为有一件事情 我不听 这叫克己赴礼 找个给一下陈怀 那么接下来这道题目呢 我们就请一位小朋友 来帮我们一起完成 来 刘成怡 正在打电话呢 喂 宝贝 怎么了 妈妈 我在北京正在录少年过去派呢 是吗 我们初级观展床见老师 让我跟您说 这里真是美轮美奂的 妈妈知道了 是美轮美奂是吧 你在那边好好表现 好好玩 好吗 好的 谢谢 好 具体题是什么呢 请看 请问美轮美奂是用来形容什么的 A 建筑 B 衣服 C 人物 D 园林 请答题 好 正确但是 建筑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场上是为国学少年打击吗 好 奇遇 确实经常会有人用错 哇 这画画的美轮美奂 是是是 或者看到一幅自然的布 这个山水美轮美奂 美 当然就是美观的意思 这个没有问题 但是轮和换 轮指的是高大的样子 换我们一般解释为多 所以形容房屋很高大 然后屋顺比较多 好 谢谢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进入到第四题 请看听 滑驼武情戏是根据中医原理 以模仿五种动物的动作和神态 编创的一套保健健身冲 2011年被认定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请问武情戏中的武情指的是 哪五种动物 A 马牛羊鸡犬 B 古鹿熊猿鸟 C 鼠牛虎兔蛇 D 羊猴鸡狗猪 请答题 请看 正确的 B 鼠鹿熊猿鸟 好 请看 顾宜嘉和苏伯恒 这个没答对 跨托武情戏 我相信很有名 很多人都知道 武情戏其实是最早的仿生学 中国文化讲究人与自然 天人合一 它其实也有一个源头的 装死的时候就已经说到两情戏了 有两种动物 有个成语就叫 雄精鸟身 为什么雄精鸟身呢 有人认为就是 那个雄要爬树 爬树的时候把脖子伸得很长 还有鸟呢 飞行的时候脖子也是伸得很长 伸脖子这个动作 那平常呼吸 古人就认为是很养生的 其实我觉得唱歌呢 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练气功 它是通过一种吐纳的方式 去来控制呼吸 但是这个时候其实也给身体 带来一些比较有益的一个 养生的方式 我爱你中国 我爱你中国 我爱你春天等我的养鸟 我爱你秋日惊慌你说过 好 接下来 我们又进入到下一题 相传历史上有十大名功 是说 其中排名第四的射雕神功 因为射雕英雄传 而最为出名 你知道历史上的射雕神功 是谁使用的吗 A 郭靖 B 杨过 C 成吉 思涵 B 忽必烈 注意啊 是历史上的射雕神功 我看胡安每次答题的时候 就像一个司令官 刚刚打完仗的那个架势 胡安 你对这题的把握 是百分之百 还是百分之六七十 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九 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九 好 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 C 成吉思涵 好 下面也是欢呼声一片 对对对 这样的题目难不住它 难不住它们 我们来看一下 场上十位 国学少年答题形化 来 星泽 这题对你来讲 我的题 你的答案是 我答案是D 忽必烈 忽必烈 对吧 那一家的答案呢 可能有点搞混了吧 我选的是杨过 其实答完这道题 我就有点觉得怪怪的 杨过都没手怎么拉弓啊 杨过不是没有手 是只有一只手 独必 黯然销魂掌 对对 只有一只手 我刚才还强调的是历史上的 对吧 我就怕它们就过敬杨过 就过去了 那么学那个忽必烈的同学啊 一定忘记了 那个清源村里怎么说 一带天骄 成吉思汗 只是万购 是大雕 对吧 请看 下列历史人物中 谁是女性 面对接下来的三道考题 国学少年们表现出色 场上十位少年全部回答正确 好 我们看正确答案是 谢道运 完结正确 第一笔 全对 那么在剩下的题目中 哪几位少年会闯关成功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 接下来呢 我们要搞清楚 跟我们生活有着密切关系的一件事啊 请看下一题 下列年龄 称谓中表示女子十五岁的是哪个 A 斗寇 B 吉吉 C 弱贯 D 花姓 请答题 陈寰 我们经常形容女生的时候 有时候说 她是斗寇年华 是 对吧 所以你心里当中有斗寇的大概年龄段是多少吗 斗寇应该在十三岁左右 十三岁左右 这是你的答案 好 那我们看看 正确答案是 B 吉吉 我们看场上 国学少年的打击情况 完全对 哇 哇 太厉害了 大家都知道啊 都知道 你看 我们看场下的 国学少年打击情况 哇 哇 全对 齐鱼 我给你一个任务 刚才啊 陈寰大哥说 斗寇年华的斗寇指的是十三岁 对不对 对 应该是杜牧写过 拼拼鸟 十三鱼 斗寇烧头 二月初 所以应该是十三岁大概 哇 掌声给一下陈寰 哇塞 哎呦 真不错啊 接下来呢 最后一题 请准备 有一首儿歌 大家应该听过吧 爸爸的爸爸叫什么 爸爸的爸爸叫爷爷 古代对长辈亲戚 也有固定的称呼 请问其中对应关系 错误的一项是 A 令尊对应父亲 B 令慈对应祖母 C 令爱对应女儿 B 令堂对应母亲 其中对应关系 错误的一项是 好 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 B 令慈 祖母 哇 来 我们来看一下场上十位国学少年答题的情况 大家都对啊 只有顺然这一季好像 你选的是什么 我选的是D D 这种称呼啊 在中国古代文化里头特别重要 常用 因为中国人 仁者爱人 礼仪之邦 对对方都是特别尊敬的 我要问小朋友了 称对方 比如说令尊令堂 那要说自己的父亲母亲应该叫什么呢 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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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还有如果是书面语应该称什么呢 这里头其实提的一个词就是那个错误的那个词 词想的词 称自己的母亲 称自己的父亲 分别叫加慈 加盐 那为什么这么称吗 盐父慈母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场下的国学少年答题情况 大部分都正确的 那么接下来有请请欢 好 让我们恭喜这十位少年答题的都非常的优秀 接下来我们看看各位少年的一个积分榜的情况 因为只有前六位才可以进入到下一关 请看 排名前五的分别是唐尔卓 徐静函 叶晨熙 王毅学 还有胡安 而第六位呢我们看到一共有三位少年答题数是一样的 根据我们的规则 取用时最短的那位少年 那就是用了十点六二秒的奇遇 恭喜以上的那位少年 每人获得两枚国学公益勋章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台下的各位少年 你们的答题情况请开大屏幕 获得十道题全部答对的少年 都可以得到一枚国学公益勋章 一共有十五位 恭喜你们 其实真的没有想到会在这一关止步 但是其实也没有什么好后悔的 关键是要自己再继续努力吧 加油 来 世人 一声叹息 前面的人说他不后悔 我非常后悔 为什么 手术太慢了 其实是时间的问题 以后加快速度 觉得我自己有点太急了 还有就是好好增加自己的答题量 好 君子风范 找自己的问题 清泽 加油 可能是我自己的这种心态和测评都调整好 就是感觉很遗憾吧 没事 他还是有机会的 对 居然苏氏他也立志要读尽天下书 对吧 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短板 也希望你们通过这一轮的这个闯关 可以学习到更多的国学知识 再次把掌声送给四位少年 谢谢 来 有请乐座 好 现在我们厂商列位少年将会进入到下一关了 下一关就是非常激烈的火眼金睛 同时考验各位的是你的细腻的观察能力 火眼金睛答题时间交给江老师 小天才火眼金睛闯关规则 看表演后答题 通过小游戏获得抢答权 抢答成功者可以选择自己回答 或者向厂下国学少年求助 每厂只有一次求助机会 厂下国学少年回答正确 可获得一枚国学勋章 本关答题积分前三名的少年闯关厂攻 同时每人可获得三枚国学工艺勋章 接下来呢 我们要闯的这一关 就是火眼金睛答题时间 也就是抢答 大家在闯这一关的时候 既要胆大又要信心 好 我们有请国学少年表演嘉宾 何天都知爱 何时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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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不思则网 思而不学则淡 客己赴礼为人 一日刻记复礼 天下归人烟 为人有己 而有人互在 我不想扫了 你扫去吧 你不想扫 为什么让我来扫 同学之间就应该互相帮助 是不是 对啊 这同学之间就应该互相帮助 你就帮他扫一下嘛 但是他也有他自己想做的事 你们俩也不能抢救他 解决他不喜欢的事 别打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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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 好了好了 你二人为何打架 夫子是史恩泽不愿意帮李其峻扫地 夫子是李其峻偏让史恩泽帮他扫地 李其峻你有没有想过 在你让他扫地的时候 他也不愿意帮你扫呢 夫子我没有想到他会拒绝我 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 就不要强求于别人 正所谓 己所不愿 物失于人 便是这个道理 夫子徒弟受教了 太棒了 演得真好 接下来 蒋老师给孔夫子出一个难题 您刚才说过 己所不愿 物失于人 对吗 如果班上的同学都不扫地的话 那么谁来搞班级卫生呢 我认为 该读书的就好好读他的书 对 而他呢 反正他在家里 也不怎么干家务 所以 那就让他在学校里 多多扫扫地 来断练断练 但是恐怖子 如果班上没有人扫地的话 这可怎么办 真的没有人扫地的 那只有我出手 您出手 平时教学任务那么重 如果让您扫地的话 那不是大财小用吗 既然要让他们扫地 那自己要做好 带头的工作 哎呀 掌声鼓励一下 回答得非常的好 来 我们再次热烈的掌声 感谢五位小朋友的精彩表演 好 我们也同样告诉大家 这五位国学少年 获得国学公益勋章 一枚 祝贺他们 接下来呢 我们答题是 首先要获得抢答权 在桌子上呢 我们会摆一个迷宫图 哪一位国学少年 先走出迷宫 那么你就按下抢答器 我们有请陈焕来监督 请看第一题 孔子是我国古代著名思想家 教育家 姓孔明秋 字中尼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 他在家中的男子中排行第几 提供口令 三 二 一 开始 哇 这么快 用了不到三秒钟啊 赶快检查一下 其他的都还没画完呢 不对 看到这里是不对的 堵住了 对 堵住了 还走了一条捷径 对 手太快了 好 现在呢 靳函你已经失去了抢答的机会 其他在原位上 按下抢答器 三 二 一 开始 谁 胡安 胡安 我选择B 你选择B 你不要求助是吧 好 正确答案是 B 接下来第二题 在刚才的表演当中 李奇俊与史恩泽都扮演孔子的学生 作为同门师兄弟 他们在向别人做介绍时可以说 这是我的师兄或师弟 那么如果是亲属 比如你向他人正式介绍自己的亲弟弟妹妹 那么你应该使用以下哪个称谓呢 A 舍弟舍妹 B 从弟从妹 C 加弟加妹 D 令弟令妹 好 请上前一步 听准备 三 二 一 开始 三 二 一 开始 差一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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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我们看到的是王毅学 王毅学 印证一下 我们先来检查一下 他是否正确 这里是几点 路径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好 王毅学在五秒钟之内给我答案 这一题答案是 我想要求助 好 求助 你要求助谁呢 去梁云 梁云 梁云 我选A 舍弟舍妹 A 舍弟舍妹 好 我想A 你确定 好 正确答案是 舍弟舍妹 好 现在我们梁云获得了一枚国学工艺勋章 好 来 听我口令 三 二 一 你开始 好 唐二卓 唐二卓什么情况 我们来看一下 嗯 出发 顺利过来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好 二卓 你这题知道答案还是要求助 求助 求助谁 吴甲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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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列这些人中哪个和孔子的原籍在统一诸侯国 我选C乳班 C乳班 好 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是 正确答案是 C乳班 我们要恭喜一下吴甲丁获得了一枚国学工艺勋章 非常棒 来 请准备 下一题对你们来讲有点小难度 有很多孔子说过的话千百年来一直流传着 其中一些也被后世用作了成语 请问 夏列哪个成语孔子说过的话没有关系 A 见贤私奇 B 游刃有余 C 不亦乐乎 D 后生可畏 开始 看清楚 这一题有很强的迷惑性 认准了以后再下笔 胡安 从这里出发 来 这里吗 对 对不起 不对 这条路是疯死的 很遗憾 来 现在我们在场上的其他五位国学少年有抢答权 3 2 1 开始 3 2 1 开始 3 2 1 开始 我选B 好 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是 B 这道孔子伟大的地方 他不仅是联合国教科文认定的这个人类的十大思想家 十大教育家之手都排在第一 他其实我个人研究认为你看从我们赛制可以看到的 他还是人类最早的课程改革专家 他其实教学教什么呢 教的是我们讲的六一 小六一 礼乐疏疏色域 儒生都要学这个 人类历史上最早把文史则 精神教育和思想教育和精神的塑造和心灵的塑造 当做教育的核心的 是我们伟大的祖先孔子 接下来我们到了第五题 请看题 儒家思想对中国历史影响非常巨大 流传两千多年 涌现了许多代表性的人物 请问下列人物中不属于儒家思想代表性人物的是哪个 三 二 一 开始 仔细看啊 不要再犯之前的错误了 哇 这么快 好 又是唐二卓 好 没有问题 那么二卓你的答案是 D 正确答案是B 接下来我们到了最后一题 这一题我看着都觉得费劲 因为它已经不是简单的一条通道了 请看题 其实在古代关于人性本身还是本恶的问题 一直争论不休 下列思想家中哪一位是持人性本恶的观点 A 孟子 B 老子 C 徐子 C 徐子 D 莫子 三 二 一 开始 看着出发点在哪里啊 好 请过来 出发点 A 正确 A 正确 正确 好 我想 C 徐子 正确答案是 C 徐子 出现了第三和第四位少年平分的状态 A 古文上书 A 古文上书 B 经文上书 C 上书大传 D 上书正 E 好 我想告诉咱们靖寒和胡安 如果你们抢答权获得以后 答错了 另外一位国学少年就自动获得下一关的答题权 三 二 一 开始 几乎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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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手长 好 没有阻碍 一气呵成 靖寒 现在 请你在五秒钟之内给我答案 我想求助 求助 好 靖寒你要求助的对象是 尹以利 这道题我认为是A 你认为是A 我想问一下 你对这题的把握有多大 肯定是百分之九十多 靖寒 我本来就是想选A 我只是想确定一下我的答案 好 是靖寒 获得下一关的答题权 还是胡安 不占而欺人之兵呢 请看正确答案 A 好 这就意味着一例 你获得了一枚国学公益勋章 所以能够进入到下一关的少年是 唐尔卓 徐靖寒和王毅玺 每人获得三枚国学公益勋章 达出达错或超时的一方闯关失败 坚持到最后的少年闯关成功 可获得四枚国学公益勋章 少年们加油吧 我们来到了有无止境的这样一个环节 唐尔卓 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 我是唐尔卓 来自广东广州 现就读于东山路小学 所以你现在面对的两位对手 对你来讲是强大的对手 比较强的对手 一般的对手 不怎么样的对手 超级无敌强大的对手 超级无敌强大的对手 一学 你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 我叫王一学 来自浙江杭州 现在是一名初医生 敬寒 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 我叫徐敬寒 来自浙江杭州 现在初二 平时了解一学的国学水平吗 她算我朋友中的小才女 她非常厉害 然后她已经把道德经看完了 而且每一天都在温习 那个其实我想澄清一个事实 就是说 我是那个 比较喜欢别人夸张我 但是我道德经 真的不是全部被完 每天温习 是可以这么说的 道德经我了解一点 你不能太夸张 这样子还自我谦虚一下 真的 接下来 我们就来看 你们即将回答的是 什么样的题型 请看题 请接力说出自带反译字词的成语 A 深入浅出 B 有名无实 C 生死攸关 D 阴阳怪气 只要是他反译的就可以 好 准备好 准备好 从耳朵这边开始 左顾右派 左顾右派 天心怕重 有口无心 左灵右舍 甘前复后 有备无患 天经地义 名存实亡 花天九地 炳天立地 昏天暗地 等会儿 昏天暗地 有吗 好 根据我们的规则 昏天暗地 没有收入在 最新版的新华成语词典中 所以 昏天暗地不算封 好 非常遗憾 一雪 来 有请 好 接下来 是唐尔卓和靖寒 两位继续答题 那么按照刚才的轮次 应该轮到靖寒 对吗 三 二 一 开始 顶天立地 说了 开天辟地 开天辟地 举足轻重 提死回生 乌足轻重 南征北战 南征北战 来 一口同声 南征北战 有心 胜离死别 南腔北调 五 出场入死 四 七上八下 离上往来 左思右想 分了还童 左过右盼 说过了 我第一个说的 瞻前顾后 说过了 五 四 三 异曲同工 七子回生 说过了 五 五 来龙去脉 舍近球远 轻重导致 舍身忘死 舍身忘死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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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前腹地 上船下跳 五 四 三 二 一 到 好 有请同外 好 看到他们一个回合 一个回合交锋下了 可以看到他们的知识储备量 确实很高 再次把掌声送给场上的这三位少年 好吗 好 小杏 优异在这里我们要恭喜徐静涵 站到了最后 闯关成功 在这一轮获得了四枚国学公益勋章 也要恭喜其他两位 虽然止步于此 应该还是有话想跟大家来表达的 对不对 就是觉得很开心 因为我的同伴赢了 妈妈说 其实 让我坐在路边鼓掌的人也没有关系 她让我来参加比赛 是为了获得获取幸福的能力 而不是为了哭 哭 做得很好 谢谢 尔卓 其实我整个准备都已经做好了 但是由于对手太强大了 对手 好 那我们现在一起来看一下我们的 国学少年 他们的国学公益勋章的拍摄棒 徐静涵获得了十枚国学公益勋章 紧随其后的是唐尔卓和王毅学各六枚 其他的少年非常优秀 都有国学公益勋章 再次恭喜 因为你们通过了自己的知识和才华 帮助了远在山区的评冠儿童 帮助他们获得更多的能力 也要谢谢你们献出的爱心和公益 谢谢你们 紫月 学而不思则往 似而不思则往 我们要在学习中思考 同学要在思考中实践 希望我们每一位国学少年都能够继续加油 好不好 少年国学派 国学国学派 加油 让我们下期再见 好 我们现在一起用我们的小天才电话手表 一起来拍个照好不好 我们的小天才电话手表呢 是可以语音拍照的 来看这里啊 来 拍照 有限的资源就是这样的 如果你先看到这个字 你先抱在怀里的话 那就是你的了 感谢我们的独家关门商小天才电话手表 对本节目的代理支持 遗传的 爸爸妈妈谁近视啊 都不近视 他女孩子给我们带来的 美轮美奂的 哇 漂亮的 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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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犯错误了 重新来 快教我一个别的词 哎呦 友谊的小船 不能说翻就翻啊兄弟 八大饭区 十一场国学之战 国学是文化之根 传统的国学六亿 华丽变身十二场花式切磋 万众瞩目之下 谁能够脱颖而出 第九天长 车零零马 潇潇 他们是少年在国学道路上 成长的见证者 我爱你 红美 暴念国学派浙江卫视 今日二十一点十分 活力引爆